我覺得這個事情基本上很瞎 整件事情都很瞎 大家都看到了 我對這個事情 我這兩天其實也沉澱了 畢竟我是一個24.5年的黨營的一個黨員 碰到這種事情總是不會很爽 那我的個性 對不爽的事情發生的時候 我基本上是會反擊的一個人 我在台灣是有名的 我一定是fight 我這種反擊的力量 大家這兩天也看到了 我已經把目標鎖定成幕後的操盤手 就是鄭文燦 所以我就要幹他 我要持續幹他 這個傢伙我未來的時間 我就要播出很大量的時間 來監督桃園 挖他的黑帳 鎖定鄭文燦 千刀萬里追把他幹掛 這是我現在的心情就是這個 那你有打算要怎麼去挖嗎 那我現在已經開始了 因為鄭文燦在桃園很多幾十年 他從議員開始幹了很多事情 對不對 他從市長也幹了很多事情 那這種很多 因為每個人 你看看那個3Q哥 這次出來是什麼事情 趙桃 3Q哥就掛掉了 那鄭文燦有沒有照 我不知道他發生什麼事情 反正現在我現在開始 給我一段時間鎖定 就是鄭文燦要開始要去 就是要強力監督鄭文燦 那強力監督鄭文燦 鄭文燦所有的黑資料都要把他挖出來 挖鄭文燦的黑資料我們來攻擊他 然後我現在請網友大家一起幫忙 把鄭文燦從當議員開始 從當學生開始 他所有他的喝酒 他去澳門喝酒 所有他的屁事 他的鳥事 我們通通把他挖出來 然後經過我的專業整理 然後完成法律上的程序 我們把他一切把他攻諸於是 看這種咖怎麼樣來當總統 然後荒謬之極的一個咖 根本是像個黑幫的頭目一樣 這次都把我做掉 那我現在當然我一個人做不到 一直我在這邊呼籲網友大家一起來幫忙 因為桃園是很小一個地方 然後他幹的事情也很集中 就是他在議員的時候 跟他當這個在桃園地方上混 然後這些都有太多 反走過必留下痕跡 我覺得挖鄭文燦的資料 不是很困難的一個事情 本來國民黨要準備等他選舉的時候才打他的 你會不會放過他 好不好 好